Bismillah, Alhamdulillah, As-salatu was-salam wa'a Rasulillah Al'an, Nakhnu fi al-durz al-thani min al-durz al-muhim 今天,凭博慈横慈的安拉之名 感赞调养众世间的安拉 愿安拉赐福安与最尊贵的先知和使者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家眷与追随者 今天我们学习第二课 关于穆斯林应当学的重要知识的第二课 第一课我们学习了 穆斯林先贝先贤们如何去学习古兰经 就证证我们宣读古兰经当中的一些错误 来正确的读古兰经 以及学习古兰经经文的意义 以及学习古兰经经文的注解 以及去执行古兰经 至于这一节课我们将要学习到 最重要的一些知识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也就是穆斯林必须应当做的一些课 在我们的主命工修当中 最重要的一些 无法接受任何工修 无法接受任何工修 也就是败主独一 崇拜阿拉独一 那是 对 你应当回答 是 我是一个崇拜阿拉独一的人 你有可能被问到什么是陶黑的 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有陶黑的信仰的人 一旦你理解到陶黑的 一旦你理解到陶黑的 是我们的使者 穆哈摩德 他所带来的知识的理解 也就是正确的理解 那才是真正一个有陶黑的的人 一旦你说 你不知道什么叫陶黑的 那就不可以了 如果你不知道陶黑的 拜主独一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你说自己是一个拜主独一的人 那就是不正确的 同样 提出一个问题 你是一个举办主的人吗 你必定会说 祈求阿拉保护 我绝不是一个举办阿拉的人 但是我现在有人问你 什么是举办阿拉呢 如果你理解什么是举办阿拉 那你就不是一个举办阿拉的人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举办阿拉 你又说你自己不是一个举办阿拉的人 那是不正确的 或许你正在做一件 做了一件大的举办阿拉的事情 而自己却不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陶黑的 也就是崇拜阿拉独一的真正意义 以及以便我们遵循陶黑的 我们还必须要学习 什么叫Sirk 也就是举办阿拉 以便我们避免对阿拉的举办 那 那什么是举办阿拉 访黑的是什么呢 访黑的是什么呢 访黑的在教法当中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是对阿拉的独一的崇拜和信仰 访黑的是对阿拉的独一的崇拜 没有对阿拉的任何匹敌 是包含了阿拉所独有的品行 他会的对阿拉的独一的崇拜 其中包含了我们对阿拉独一的认知 以及对阿拉独一的崇拜 以及要知道阿拉的尊名与品性是独有的 所以我们把讨黑的拜主独一分成三个方面来理解认识以及尊行 首先我们要认知阿拉是独一的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认主独一 认主独一是什么呢 那就是知道阿拉是独一的 阿拉有独一的品行 他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匹敌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 比如举例说明阿拉的其中一个品行 阿拉是创造者 任何阿拉以外者都不能从无造有 而一切万物都是阿拉创造的 第二个方面我们要非常重要的要知道 关于崇拜阿拉独一 也就是在我们的功修上来体现我们对阿拉独一的崇拜 也就是阿拉应想唯独的崇拜 没有应受崇拜者 只除是阿拉 任何人都不应当把崇拜的行为面向阿拉以外者 第三项 第三项 我们要归信阿拉的尊名与品性独一 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讨厌的 所谓讨厌的拜主独一 必须要认知和了解和尊行的三个方面 同样我们还要学习关于 关于举班我们分成两个方面来学习 大的举班 以及小的举班 如果一个人在大的举办的状态之下而死亡 那么他将要遭受永久的火愚 他如果向阿拉做了忏悔 阿拉会恕饶他 如果一个人犯了小的举办 以及在死亡的时候 在小的举办当中归真了 那么他将要遭受惩罚 之后而进入乐园 我们总结一下 我们这节课讲到了关于 讨厌的重要性 以及举办阿拉的危险性 以及我们必须要从教法上理解 什么是讨厌的以及尊行讨厌的 我们从三个方面学习了关于 讨厌的 我们必须要决策执行 讨厌的 所有的公修如果在没有讨厌的 没有崇拜阿拉的基础之上 都不被阿拉所接受 从根本上讲 崇拜阿拉的公修如果没有讨厌的 那他根本就不能叫做崇拜阿拉的公修 一个人不能进入乐园 一个人不能进入乐园 只出示他有塔尔黑的崇拜阿拉的公修 塔尔黑的信仰 是我们 是我们得到我们的使者 是我们得到我们的使者 穆哈密的说情的一个原因 可以使我们增加许多善功 可以使我们罚恕很多罪恶 使我们获得 使我们能够得到 以马尼的甜美 是最尊贵的知识 在阿拉那里 在阿拉看来是最尊贵的知识 我们祈求阿拉是我们每个人 都成为一个有塔尔黑的信仰的人 是我们死在塔尔黑的崇拜阿拉之中 留在一起 阿拉 Eu